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您知道过去老北京有这么一句顺口溜吗? 有桥没有水,有碑没有舵 有钟没有谷,有庙没有佛 这说的就是历代帝王庙 平常人们总把庙和佛当作一回事 其实没有佛的庙也是挺多的 接着个老一翁就带您去没有佛的历代帝王庙里看看 历代帝王庙也叫帝王庙 始建于明嘉靖九年 清雍正七年重修 清乾隆二十九年 将正殿改铺黄色琉璃瓦 现存帝王庙大多是清代重修 但其规制主要还是承袭明代 景德重胜殿 景德门 东西佩殿的主要构件 都是明代留下来的 壁画,琉璃瓦 大多是清代乾隆时期的 四百七十余年的六十根金丝楠木大柱 苏州玉瑶定制的金砖 足金的维曼 并称为历代帝王庙中的三金 主体建筑景德重胜殿 殿内祭祀三皇武帝三王汉高祖 光武帝唐太宗宋太祖 景德重胜殿等级规格和故宫乾清宫一样 殿前的景德重胜门原名叫景德门 重胜这两个字是清乾隆皇帝后来加上去的 帝王庙庙门外 东西两侧原有琉璃瓦、重研三门彩绘 景德街、木牌楼两座 1954年拖宽马路的时候被拆除 木牌楼现在立于首都博物馆一楼大厅 清乾隆后期 帝王庙进行了较大的改建 把西院分为南北两个跨院 在北院南墙上开了东西两个门 东门内建了朝南的一座官帝庙 专门祭祀关羽为历代帝王庙特有的庙中庙 2003年复建的 这也是对关羽崇拜 发展到清代鼎盛时期的最高礼遇 所以 关帝庙也有为尊帝王庙的说法 帝王庙祭祀明中不敲谷 陈中木古 地座当永延 故无古楼 共帝王 不共师家谋尼佛 帝王庙不是宗教场所 是明清两代皇帝 祭祀三皇五帝和先祖的地方 地位等同于太庙和孔庙 合称为明清北京三大皇家庙宇